凱米墙臺重創中南部 雲林縣長張立善走訪大小村落勘災 但災民家園重建更難 張立善加碼預算 受災戶淹水達50公分以上者 縣府援救助金5000元 跟進中央每戶加碼至20000元 國發會統計至去年7月 雲林縣府前瞻計畫 獲不住近40億元治水 但碰到大雨颱風仍是災情不斷 張立善遭質疑六年主政 基礎建設並無完善 一些基礎建設 包含一些排水都不進得到位 包含整個縣民 對於張縣長也極大的 也有蠻多的怨言 在2026任期屆滿 即將交棒子女張家俊 自己則傳出幕僚勸勁 挑戰新北市長 在侯友宜市長的帶領之下 在智慧科技方面 可以說是突飛蒙進 近期積極帶著市府團隊北上 屢屢同框侯友宜 就連新任的新聞處長陳其玉 也是侯友宜總統競選團隊 服選成員 但農業大縣雲林沒顧好 想更上一層樓 恐怕滿是荊棘 家族從地方之霸拓展到六都 張立善八年執政成績勢比牽動 雲林張家2026政治路 三層樓成績給我們學院台報道